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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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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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屏障破掉这个画面 好 那这个画面其实就是 迫害之境它发动效果的时候 所以在发动的瞬间呢 基本上那一下的破胜界是无效的 那同时呢 枪手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伤害 那根据我们这边统计出来的结果 以这个我的测试来讲的话 它每一次伤害平均 平均的伤害大概是314左右 那总共我们发动了100次的破胜界 其中被破坏之境反射的 差不多共有20次 所以呢这样子测起来的话 它的几率大概是在20%左右 不过还是必须说因为测试的数量 测试的这个样本数没有说非常的巨大 所以这个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些误差 但是基本上应该是上下加个5%差不多 所以这个几率呢 大概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如果喜欢我们的测试的话呢 或者是想要知道更多的测试 欢迎在影片的下面留言告诉我们 那如果觉得不错的话呢 也记得帮小编按个赞 按个订阅 或者是分享你给你的朋友 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咯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